台北市過去一直是疫情的重災區 而造成台北市重災區的指揮官如今成為候選人 也請中央不要再讓台北市陷入二次危機 目前我們台灣的死亡人數達到八千多人 重症也是八千多人 而這樣的警訊都是之前我們的前指揮官所留下來的爛攤子 政府除了粉飾太平絲毫沒有對策 更要特別注意後續的BA.4、BA.5等流感 以及流感病毒肆虐台灣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要再次的提醒中央政府相關部會 面對接下來很多專家都已經提出的警告 我們絕對不能輕忽也絕對不能再重蹈覆轍 我想大家對於陳前部長的認識 不管是3加11拿不出會議記錄 然後甩鍋萬華認為是防疫的破口 疫情開始不斷的擋民間採購疫苗 到市民大排長龍去買快篩 一直到快篩陽急確診 然後要即刻給藥 也跟地方政府不斷的口水戰 而這造成很多需要即刻給藥的民眾 他們黃金時期的延誤 等等這些都讓民眾永遠無法忘記 我想萬華絕對是這一次疫情 守住疫情的第一線 守住疫情守住台北的第一線 所以絕對不是如指揮中心 陳主委官他們所說的是破口 這一點讓萬華鄉親萬華的民眾情何以堪 我想這樣的傷害已經造成 好了 再 dares付俺他們 先看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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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